受到加拿大山火造成的影响,滚滚浓烟自6日起飘向纽约市,造成空气质量明显恶化。 7日中午开始,纽约市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明显的烟味,路上行人明显减少,有的已经开始戴起了N95口罩。 在浓烟笼罩之下,纽约市各区宛如蒙上了土黄色的滤镜,空气能见度极低。 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,农烟可能持续到周日,建议民众留在室内。